大家好,又是NLVS手作坊 介绍大家怎样去做银黏土的时间 今次我们会去做一件事 就是将一些干了的银黏土变回湿 令我们可以继续使用的方法 你现在看到面前有一大一小的银黏土 其实它两边的湿润程度是会有少少分别的 大块这块,你会看到我捏了几下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链痕在这里 但是它还可以捏得到 还有一个油韧性在这里 不过小这块就不同了 你看到我很大力地按它 其实它里面已经有很多硬硬硬的东西 其实两块银黏土我们都可以继续再用 不过就要做少少的步骤 这块硬一点就会容易处理 所以我会教大家如何去做 首先我们就是在这块的泥上放少少水 即日就融不回了 那我们就会把它包住 然后拿一张湿匙 放在旁边 把它放进去 PMC这个特製的胶套里 锁 然后预计大概两三天之后 足够泥就会淋一点 如果当刻你都发觉 泥里面有一粒粒硬硬硬硬的东西 就请你再加多一滴水 以及砍碎里面的一粒粒硬硬硬 然后再像刚才的方法 将它再加一滴水 包在这个密封的袋里面 再加多两三天 它就可以拿出来用了 有时候我们在做完这个银的作品之后 我们会发觉在纸上 会有一些像这样的碎泥 其实这些碎泥我们都可以用的 我们就没有浪费 把它刮出来 然后准备一个小银 像我这个这样 把碎泥倒入里面 然后加一点水 那又是了 把它吐回两三天 它就会像现在这样 有些稠稠的状态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 有机会接触得到的配料 如果你是初学者 可能你就没有见过 但如果我们读证书班的课程 的同学 就通常都会有见过 paste这样的物体 我们主要是用来做修补 或者是用来做 柚树叶 或者链子 想拿去上面的模型的时候 就会用到paste 原装的and paste 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这样 右手边这个 这个就是自己混出来 你发觉色窄上面 这一边是会深色一点 但是呢 我们的paste 开出来的时候 其实上面有一层薄薄的油 如果我们要处理它的话 我们先要搅匀 然后呢 才可以继续使用 那今天呢 就教了你做这个用的paste 和把碎泥 开了一些 张状的黏土 以后呢 就用来做修补的时候 就会有作用了 好 不要忘记 我们呢 还有一块很大块的泥 这个呢 才是重点所在 平时呢 很多同学都会发觉自己呢 擦泥的时候 速度比较慢 擦几下呢 泥都没有做到造型 就已经干了了 那我们会如何处理它呢 首先呢 把太子压开了 就像现在你看到一块的 你会见到上面已经有很多干痕了 那之后呢 就加一滴水 一滴的黄土 不要太多 然后呢 把它对折 再压开 水呢 会在那个腊位里摺出来的 然后呢 我们就再对折 再压开 重复这几个动作 记住每一次按两三下就够了 令水能够和银黏土混合在一起 让干度减少 搓了几下后你发觉水池少了 而且银上面表面的裂纹也会少了 但现在还未够 水不是太足够 所以这个时候再加多水 然后继续搓 有同学可能问 我一次加几滴就不用这样搓来搓去 我不建议同学这样做 因为如果你一次加太多水的时候 你的泥不单止不能够变成一块硬 可以用得到的泥 而且亦会太过软身 令到你做造型的时候 就会有问题发生 如果我们搓的时候 如何才知道泥是可以搓得OK呢? 当你发觉泥的表面有一层的光泽 即是证明它的水分已经足够了 如果你发觉它还是干真真 有裂纹 这样就是说 你的泥还未搓得太濕 你就要继续加水下去了 记住哦 如果你知道自己搓泥很慢 经常都会搓了一会儿 去泥就干了的话 我会建议你 在去泥直至搓到有光泽到 之后呢 你也再加多一滴水 再搓 令到去泥的湿度能够增加 你可以拉长自己做泥的素形的时间 好 差不多了 我们再看一看泥的表面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光泽度在这里 表面好像灵灵地 塗了一些保护漆 即是证明你这泥已经够濕 就可以用来做我们想做的作品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用着的 那你就用这块胶纸 打好它 再拿一块的湿纸巾 又是拿回我们的袋子出来 然后呢 放回它 等下一次就可以再用了 今天呢 教大家的就是这么多 那如果你有兴趣参加我们的脸土课程 或者是我们的导师证书课程的话呢 就上这个网址 可以找我们参加一下资料啦 拜拜